妻子为何初恋寻刺激,端来家料的牛奶,让我昏睡,将我们的婚礼变成和初恋的洞房,还不忘发朋友圈庆祝,终于圆梦了,我的青春,可因为药效不足,我听得清清楚楚,这一次,我彻底心思选择退出成全,也给他留下了一份大礼,早上我刚醒来,门外就传来了声音,宝贝, 我们非要这样偷偷摸摸的吗,我一刻都不想离开你,是赵一鸣的声音,与其委屈腻歪,乖,你先回去,我来想办法,高小慧一如既往的宠溺他,随后就是几声湿润的口舌纠缠,我睁着眼看着模糊的天花板,心里寒凉,看来昨夜我迷迷糊糊听到的都是真的,高小慧为了能跟赵一鸣为爱鼓掌,竟然给我下了安眠。 但他不知道,因为肠胃不适,晚上他递过来的牛奶,我只喝了一口,而他连牛奶都没有盯着我喝完就走了,昨天高小慧说要旅行结婚,在婚前让自己彻底放松一下,这几年高小慧管理公司,每天都很忙碌,我见他一面都很难,一听要旅行结婚,我真的很兴奋, 心想终于可以过我们的二人世界了,然而,这二人世界的主角并不是我。 老公,你醒了,高小慧拎着早餐进来,我头依旧有些昏沉,反应慢了几秒,我甚至怀疑这声老公是喊我吗?高小慧见我没有及时回复,立马不耐烦了。 徐青宁,你怎么干什么事都那么磨叽啊?早饭我都给你买来了,你还不起来,跟你出来真是扫兴。 这才是我熟悉的他,刚刚门外的温声细语只是赵一鸣的专利,我甩了甩头,嘴角扯出一抹笑,那你觉得跟谁有意思呢?你让他陪你不就行了?高小慧瞪着眼,气恼地看着我,他似乎没想到我会顶嘴。 你在发什么疯,这可是你跟我的结婚旅行啊,哪来的别人?行了,别啰嗦了,给你带了早餐,我撑着起身,看着高小慧面不红心不慌的撒谎,我的心沉了沉。 不知道这样的谎言有过多少,高小慧带的是豆浆和小笼包,我们在一起七年了,他还是没记住我对豆浆过敏,他只是习惯性地买了小笼包和豆浆,因为这是赵一鸣的最爱。 整个房子里都是他香水的甜腻味,我闻得响土,套了身衣服,就离开了房间,身后是高小慧发狂的咒骂声,这几年,只要我不听他的,他就会骂我,甚至打我,但是他对赵一鸣 却是有求必应,永远偏爱,我在酒店外漫无目的地走着,心里的酸楚一层层翻涌上来。 我们在一起七年,这次旅行结束回去就该领证了,但高小慧爱我吗?我怀疑了很久,这次终于认清,我该放手了,我下定决心,打算回房收拾东西离开,电话却响了,高小慧心情似乎不错,清宁, 老同学们知道我过来,阻了局,你在哪,我去接你,高小慧的同学并不认识我,他现在带我去见他们,这算是对我的一种承认吗?我迷茫了,毕竟七年的感情,我不想搏了他的面子,这放在之前,我心里早已雀跃欢呼了,但此时,我却丢失了那份开心,高小慧接到我的时候。 我刚想开副驾驶的车门,车窗却提前降下了,赵一鸣脸色得意地看着我,不好意思,许哥,我有些晕车,只能坐副驾驶,高小慧见我棱在那里,催促道, 徐清宁,你别小心眼了,赶紧上车,见我听话递上了车,高小慧淡淡地说道,老同学聚会,一鸣特意赶过来的,这后面一路就跟我们一起了,虽然昨晚已经听到他们有多相爱了,但此时四面八方的痛楚,还是吞噬了我,这就是高小慧想的办法, 为了和赵一鸣光明正大在一起,他组织了老同学聚会,亏我还可笑地以为他是要给我身份了,想想也是,这么多年,高小慧从未为我做过什么, 甚至一直以繁琐麻烦为由,从未见过我爸妈,到了饭店,高小慧和赵一鸣并排走在前面,而我像个跟班一样走在后面,包厢门一打开,几个女同学立马热情地站起来,招呼着高小慧和赵一鸣,金童玉女还是走到一起来啊, 恭喜恭喜啊,挺浪漫啊,旅行结婚,小慧,这不是你大学时候的愿望吗,现在都实现了,恭喜啊,赵一鸣,你是怎么把小慧追回来的? 赶紧如实交代,赵一鸣笑着懒过高小慧的肩膀,是小慧不嫌弃我,高小慧言笑艳艳,招呼着大家坐下, 原来高小慧并不讨厌公共场合的亲近,他只是不亲近我,以前我跟他出席活动,挽着他的胳膊,都会被他拍开,他说那样显得太轻浮,现在,他整个人都在赵一鸣怀里笑得花枝招展,我冷眼看着,这场饭局,我就是一个旁观者,没有人管我,直到所有人都坐下后,高小慧才想起我, 我站在包厢门口,冷漠地看着他,他尴尬地走到我面前,拉着我的手,老同学不知道你,你别计较,过来吃饭,我拽出手,苦笑一声,他们不知道,你不会解释吗?高小慧有些生气,你这样让一鸣的面子往哪搁? 我转头往外走去,你们吃吧,我本来就不该来,高小慧提起高跟鞋,砸在我的背上,怒骂声也跟着传来,徐青宁,你有种走了就别再回来,到时候别求着我去领账。 我顿了顿身,不禁发笑,笑自己的可悲,在他眼里,赵一鸣要面子,我就可以任人揉搓,他如今这样对我,也是我自己活该,爱他爱得没了自我。 五年前,我从公司离职回来照顾家里,赵一鸣入职,高小慧带着他参加所有的活动,而我被抛在身后,我争执过,但高小慧只说赵一鸣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。 而我天天闲在家里,只知道争风吃醋,完全没有一个男人的气概,现在我有了,我不会再争了,我回到酒店,收拾好东西后,打车离开这里,在车上,我想了想,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, 郑辉,上次你说的那个岗位,现在招到人了吗?哪有那么合适的人啊?这位置只能你坐,你又不愿意,我去,我坚定地回答。 啊,好,好,徐哥,你终于想通了。 我喊上张强,晚上,我们一起聚聚,电话挂断后,我随手翻看手机,高小慧的朋友圈里,最新的消息,便是这次旅行结婚的线路图。 配文是,终于圆梦了,我的青春,赵一鸣的朋友圈置顶,也是这张旅行的线路图,配文是,给你的承诺,我终于实现了,高小慧还点了赞。 其实昨天高小慧说出旅行路线的时候,我心里就想到了赵一鸣的朋友圈,两张一样的图,如此巧合的配文,我不能不多想,但高小慧很开心地收拾行李,催促动作快点, 我能看到他眼里的期待,我不停地告诉自己,这是我和他的蜜月之旅,然而事实却是,赵一鸣一直跟着我们,甚至,本该属于我的洞房花竹叶。 新郎是他,赵一鸣是高小慧的大学同学,也是高小慧的白月光,两人和普通情侣一样,毕业季分手,高小慧回到老家,情商受挫, 晚上从酒吧出来时,被人尾随,是我帮他解的围,我们也顺理成章在一起了,七年了,当初创业,我整宿整宿的熬夜加班,后面谈客户喝到胃穿孔,终于用两年时间,公司上了正轨, 后来为了家庭,我急流永退,把公司交到高小慧手里,而他慢慢排挤掉我的人,大力提拔赵一鸣,现在整个公司只知赵一鸣,而不知我徐清明,三个人太拥挤了, 我选择成全他们,我给高小慧发了条微信,我们分手吧,我回到我们住了五年的房子里,这是我全款买的房,打拼了那么多年,公司和女人都是为别人做嫁衣, 我心里真不甘,我环视着这套房子,五年了,这里并没有什么我和高小慧温馨甜蜜的回忆,高小慧管理公司之后,经常通宵加班,出差,夜不归宿,我那时很心疼他,熬了各种汤送到公司,前台借了汤就让我离开了, 那时候,我还不明白为什么高小慧那么辛苦,公司却一直止步不前,我也没看出前台眼里对我的嘲弄和同情,微信提示音响起,我收了情绪,刘正辉发了地址给我,我快速赶过去,刚坐下,张强怀疑的看着我,许哥,你真的想好加入我们了吗?不是替那个高小慧来做间谍吧? 刘正辉一巴掌拍在张强头上,你在胡扯什么? 许哥是那样的人吗?刘正辉和张强是我大学社友,当年创业时,我们说好一起,但高小慧不愿意,最后我只能跟高小慧单干,后来,我退出公司后,虽然他们都替我不值,但我却没多想,现在证明兄弟的担心是对的,我也只能苦笑着,我和高小慧分手了, 张强瞪大了眼,不敢置信,你们怎么会突然分手? 我心底再次犯起疲惫,突然嘛,高小慧是一点一点从我的生活里淡去的,刘正辉派了一下张强,两人都不再追问,我扯了扯嘴角,笑着对刘正辉说,你对城南那边的项目感兴趣吗? 刘正辉听我这么讲,两眼发光,许哥,你的意思是,你能搞定吗? 那个项目利润相当可观啊,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可靠的门路,我微微笑,正辉,这个项目就当我送给你的投名状吧, 我回到家,高小慧依旧没回我的微信,也是蜜月之旅,哪有时间回复我,但我还是贴心的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 连这两天我都在收集数据,整理资料,今天刚到家,高小慧也跟着回来了,他一边开门,一边抱歉的跟赵一鸣说,一鸣,下次我再补偿你了,现在项目那边催得急,明天我们就要交计划书了,那你现在能不能补偿我一下? 赵一鸣声音沙哑,我坐在沙发上,看着两个人相拥在一起,终于高小慧转了一圈,看到了我,他连忙松开赵一鸣,没有任何解释的意思,反而质问我,徐清明,你什么时候回来的?那天我们找你了很久,你到底是什么意思? 我淡淡地看着他,胃里泛起一阵恶心,就像是喝醉了想吐,又闻到了极其刺激难闻的味道,我用手压着胃,才勉强没有吐出来,你聋了,高小慧见我不说话,随手把手里的包向我扔来,我躲开,冷漠地看着他,高小慧,你凭什么管我? 我们已经分手了,赵一鸣上前,摆出一副委屈的模样,徐哥,是我不好,但是你不在,小慧一个人履行,我实在不放心啊,我没有忽略掉赵一鸣眼神中的那抹得意,放在以前,我一定会与他争执,但现在我根本不在意他说什么,我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,继续看我的资料,高小慧的脸上写满了对我的讽刺, 分手,徐青鸣,你闹过头了,我默不作声地看着他,眼神里都是不屑,高小慧似乎被刺激到了,他愤怒地指着我,徐青鸣,你拿什么分手,你现在吃我的,喝我的,分了手,你连饭都没得吃。 我嘲笑地看着他和赵一鸣,你说的应该是赵一鸣吧,毕竟他才是吃软饭的,赵一鸣听我这样说,眼里含着泪,徐哥,我知道你极度小慧对我好,但你也不能污蔑我啊,我在公司里也是干实事的啊。 高小慧突然大不上前,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,徐青鸣,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,自己越没本事,越喜欢嚼舌根。 公司里现在哪样不是一鸣在撑着?你又做了什么?道歉,你立刻跟一鸣道歉。 高小慧扯着我的胳膊拉我道歉,我捂着红肿发烫的脸,心里怒气横声,滚开。 我用力的甩开高小慧,他摔倒在地上,赵一鸣立刻过来扶他,看着我凶狠的眼神,赵一鸣不敢作声,扶着高小慧离开了,公司里都是赵一鸣撑着,撑到最后五年过去了,公司却越来越差。 明天,城南项目,我就要和赵一鸣正面交锋了,我倒要看看赵一鸣有几分能耐。 这个项目高小慧一直让赵一鸣跟着,但迟迟未拿下。 他当然拿不下,这个项目对方公司的交接人是秦雅,而秦雅是我创业时,就跟着我的得力干将,后来却被高小慧排挤出去了。 秦雅一直念着当初创业时的情谊,把这次机会给了我,但他却不知,我也被赶出来了。 如今正好,我以正强集团的名义得到了秦雅给的入场券,而高小慧哪边? 我让秦雅也保留着入场名额,不是念旧,就是想让他看看赵一鸣有多垃圾,会议事理。 我到的时候,秦雅他们还没到,赵一鸣正翘着二郎腿,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,我不理会他们。 静止走到正强集团的位置上,高小慧见我坐下,他激动地站起来,你在干什么? 徐清宁,这种场合是你该来的吗?你赶紧滚回去,别耽误了我们的正事。 赵一鸣立刻起身,顺了顺高小慧的后背,别气,小慧,气坏自己不值得,也许徐哥是很久没见过这样的场面,来凑凑热闹的。 我冷笑一声,毫不留情开口,赵一鸣,你除了会哄女人开心,还有其他能耐吗?老子七年前谈项目的时候,你还不知道在哪婚呢?高小慧被我气得愤愤跺脚。 你,你,赵一鸣连忙安抚了他,转头看向我,徐哥,也许你是混得早,但今天这场合,不是混得早就可以的, 还得看谁混得好,你在这坐着,我和小慧只是丢了面子,但你一会被保安撵出去,就更丢人了。 哦,你的意思是,我郑辉集团的项目经理不应该在这里吗? 刘郑辉进了会议室,就坐在我身边,他不懈地看着赵一鸣,吃笑一声,赵一鸣,你是谈过一些业务,但利润如何,大家都知道,让利让的裤衩子都快没了吧。 也就是你和高总有些特殊关系,不然,像你这样的人,哪家敢要啊? 见赵一鸣被气得面色通红,高小慧立刻护着。 他指着我怒骂,徐青鸣,你竟然到正辉去了,哼,自己这里丢人就算了,还跑别人那丢人。 真是个户短的女人,他容不得赵一鸣丢半分面子,而我最初谈业务到处求人时,他说过程如何不重要,没有结果,什么都不是。 我掏了掏耳朵,平静地跟他说,到底谁丢人,等会就看到了,你们别再狗废了。 高小慧刚想发作,秦亚进来了,赵一鸣见到秦亚进来,三步并坐两步地赢了过去,笑得脸都要裂开了。 两手伸出,秦总,你好,我是高慧集团的赵一鸣,您叫我小赵就行。 高小慧在旁边认同地点点头,但秦亚根本不理会他们,而是把目光转向我,面露惊喜地向我走来,徐哥,好久不见,我站起身,点头,握手,好久不见,承蒙照顾,赵一鸣脸色一致,有些尴尬地看着高小慧, 而高小慧则有些愤懑地盯着我,然而有秦亚在,高小慧什么话都不敢说,秦亚快步走到会议厅前面,她开门见山,这次承担项目,我们秦氏愿意分包一部分出去,本来是想给高慧集团的,但前两天徐哥说她入职正慧集团了,所以今天请你们两家过来。 我们公平竞争,了解一下你们的项目书,我们选一家最合适的,赵一鸣立马起身,对折秦亚点头哈腰,秦总,那我先来吧,秦亚微微点头后。 赵一鸣打开文件夹,对折电脑上的数据一一介绍,其中几处错误,惹得秦亚眉头紧皱,赵一鸣紧张地都讲不出话来,最终秦亚忍不住打断了赵一鸣,高总,本身高慧集团是没有这个机会的,我只是想跟徐清零合作,但之前我们接触过,所以还是给了这个机会,但你们公司的这位也太不专业了吧。 一堆废话不说,数据上一看,很多都是胡编乱造的,他这份报告几乎跟我们这个项目都没什么关系,高总,你们公司这个水平就是浪费我的时间,高小慧集了。 秦总,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,我会再给您一份报告的,秦亚笑了笑,机会已经给过了,是您的人不争气啊,秦亚把目光一向我,期待地看着我, 我拿出一份纸质的项目书递给秦亚,秦亚翻看着,越看眼睛越亮,终于,在他翻看完毕后,立马站起身,为我鼓掌,徐哥果然还是徐哥,就用你的方案了。 高小慧咬牙切齿地看着我,我却丝毫没有给他眼神,他和赵一鸣恳求着秦亚再给一次机会,却被保安撵了出去,晚上,我和刘正辉请秦亚吃了顿饭,秦亚打去我。 徐哥,没想到,也被高小慧开除了,说实话,跟你两年,我学了很多,不然这秦氏在我手上,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。 哦,徐哥,你抱到大腿了,我要跟你混,刘正辉不正经地闹着,我跟秦亚喝了一杯,一切尽在不言中,等我回到家的时候,发现高小慧今天也在,我皱起眉,转身想走,但他却飞奔过来抱着我,他一身蕾丝鞭丝至长裙,双手环在我的腰上,整个身体都贴在我的身上, 我用力的挣脱,也许是喝了酒的原因,一时静眉正开,高小慧抱着我,泪眼朦胧。 轻宁,你总算回来了,我等了你那么久,等我,高小慧夜不归宿都是常事,这是头一次听他说等我,高小慧,你放开我,我扭动着,对他说的话,我根本不再相信,高小慧媚眼如丝,双手在我腰间游走。 清宁,今夜月色这么美,我穿了你最喜欢的这条裙子,你就不想做点什么吗?高小慧把头贴在我怀里,他身上洗浴过的味道直冲我脑子里,放在以前,我早就如恶狼一般扑上去了。 但现在,我只觉得恶心,我再次用力,终于正开了他的怀抱,你别碰我。 高小慧,我们分手了。 高小慧拉着我的袖子,委屈地控诉,分手,我不同意。 清宁,为什么要分手? 我甩开他的手,因为你脏了。 高小慧震惊地看着我,面色变得惨白,而后突然尖锐报名。 徐清宁,你在说什么疯话,他一向都是高傲的,受不了我对他明晃晃的嫌弃。 到现在,他还在狡辩,趁着酒进,我全盘托出,高小慧,旅行第一天晚上,你给我喝的什么? 夜里,你又在哪里? 被我说中,高小慧面色慌张地解释。 清宁,那夜,那夜只是个误会,我和赵一鸣并没有发生什么。 你相信我好不好? 清宁,我爱的是你,我怎么会和赵一鸣有什么呢? 我看着高小慧失口否认,我也有些异性阑珊。 连拆穿他的兴致都没了,我转身离开,他不走,我走,身后高小慧跪坐在地上,宁静的夜里,他的哭泣十分刺耳。 我在酒店开着肩房,脑子也慢慢清醒过来,今天高小慧找我,大概是因为秦氏合作的事,他再次看到了我的价值,所以他不愿意失去我。 我原以为赵一鸣今天出了这么大纰漏,高小慧肯定很生气,毕竟这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。 然而,当我打开赵一鸣的朋友圈后,我才知道,我猜错了,已经凌晨两点了,赵一鸣发了一张他躺在病床上的照片,而高小慧一旁为他喝粥。 今天犯了错,借酒交愁,早知道你这么担心,我就不喝酒了。 我突然想起,五年前我住院的那天,那次我喂了一个大单子,跟人拼酒拼到胃穿孔,到医院时都在吐血。 医生打了很多电话给高小慧,他却说是都没办好,怎么好意思联系他。 第二天,他就带着赵一鸣入职公司,入职那天,赵一鸣加了我微信。 他那天的朋友圈更新的消息就是,兜兜转转,你还是找回了我,往后余生。 我陪你,现在回想,我住院的时候,高小慧正忙着找回他的白月光,我住院期间。 他也从未来看过我,一直说他忙着应酬,而赵一鸣的朋友圈里,夜夜声歌,模糊的那张侧脸,现在轮廓越来越清晰。 在我出院后,高小慧直接嫌弃我喝不了酒,谈不了业务,让我回归家庭。 但今天赵一鸣搞砸了这么大的单子,高小慧没有一句重话,这么半夜还跑去照顾人,毕竟是白月光。 高小慧对赵一鸣的偏爱可见一斑,我翻转手机,拉黑了赵一鸣和高小慧,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,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。 天一亮,我就叫了换所师傅,把房子的锁换了。 我也把房子挂了中介,本来不想卖的,但我怕再出现高小慧纠缠不清的局面,秦氏合作拿下了,我的工作就更忙了,每天要抽空去做实地考察跟进。 因为有了秦氏的合作,郑辉集团在港城名声大噪,我也趁机帮公司谈了其他几个项目, 刘正辉和张强见到我都是乐呵呵的,这天,我刚到公司楼下,高小慧突然窜出来,他手里还拎着赵一鸣,他把赵一鸣推到我面前,让赵一鸣跟我道歉,我不知道高小慧又在搞什么名堂,我大不夸过他。 他却紧跟拦在我身前,他还没有说话,眼泪已经下来了,清明,我知道错了。 你原谅我好不好,我就是一时鬼迷的心窍,是他,他说要实现什么旅行结婚的,都是他,清明。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,都说好了,我们要领证的,清明,我们现在去领,好不好,我退后两步,被他气笑了,高小慧,你凭什么觉得你要我去领证,我就会去领证,你也知道我们在一起七年,七年里,你究竟背叛了我多少次,我已经不想再追究了。 高小慧哭红了眼,拉着我的手,浑身都在颤抖,清明,我真的知道错了,我保证,以后我再也不会见赵一鸣了。 说完,高小慧拿过赵一鸣的手机,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全删了,又从自己的手机里删除了赵一鸣的联系方式。 他恳求地看着我,清明,你看,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和他联系了,你别再生气了,而旁边的赵一鸣却拉着他的手,小慧,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 明明这些天,我们都在一起,高小慧立刻一巴掌派过去,阻止了赵一鸣接下来的话,我没有。 清明,你不要听他胡说,好不好,我真的只爱你。 原本以为我放手,是成全了高小慧和赵一鸣,他们应该都开心,但现在这两人在我面前闹成这样,我丝毫没有犹豫,甩开高小慧,高小慧,我们结束了,至于你以后跟赵一鸣,还是别人。 都不关我的事,你别再找我了。 眼看着高小慧还想说什么,我继续道,你们如果还在这里闹,我就要报警了,说吧,我进了公司,不再管身后的两人,工作很顺利,刘正辉给我放了一星期的假,我带着爸妈看看港城的风景。 这天我和爸妈刚到家门口,高小慧从楼道里跑过来,跪倒在我面前,声泪俱下。 清明,你为什么换了锁,我都回不了家了。 清明,你原谅我好不好,爸妈疑惑地看着我,又看着高小慧,眼神里有些不忍,我拉着爸妈往后退,指着高小慧。 你别在我这里闹了,我这可不是你的家,你的家在赵一鸣那里。 五年了,高小慧只当这套房子是个免费的酒店,根本没有家的温馨。 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布置的,我原以为是他信任我,其实只是他不在意罢了。 那时候,他刚找回赵一鸣,整个人的心思都在他身上,根本不管这个家,高小慧没有了平日里的嚣张跋扈,姿态放得很低。 恳求道,对不起,清明,我真的知道错了,怪我之前太任性,我们和好行不行,清明,我现在真的和赵一鸣没有关系了,我求你了,你回来吧,我需要你,我们公司需要你。 我冷笑一声,高小慧终于讲到重点了,之前刘正辉跟我讲过,高慧集团失去了秦氏的单子后,前期用秦亚的合作去约定好的几个项目也都飞走了,再加上赵一鸣谈的单子根本都不盈利。 高慧集团现在亏损十分严重,面临倒闭的风险,高慧集团里一直被赵一鸣打压的一些小领导,已经跳槽到正辉集团了,公司跟我有什么关系,高小慧,你别忘了,你早就把我从公司里踢出来了。 我错了,真的错了,清宁,你回来,我给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。 高小慧见我无动于衷,跪爬着到我爸妈面前,爸,妈,我是小慧啊,清宁一定跟你们提过我。 我们都要领证了,你们让清宁原谅我好不好。 我爸妈住在郊区,距离我这里两小时的路程,旅行前,我说去见见我爸妈,高小慧觉得太远了,不方便,但他却愿意花那么多天去实现他和赵一鸣的结婚旅行,他也不愿意办酒宴,他嫌繁琐,七年,他一次都没有见过我爸妈。 我爸妈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,但大概猜出了一些,他们往后推着,不让高小慧接见,我妈拍开高小慧抓着他的手,姑娘,你别喊我们爸妈,我们可担不起,我儿子跟谁结婚,那是他的事。 你也别拉扯我们,高小慧,你不电量电量自己吗?我寻着声音看去,秦亚笑得张扬,穿着高跟鞋向我们走近,他走到我爸妈面前,叔叔,阿姨,听说你们过来,我特意来拜访你们,给你们带了点小礼品,秦亚说完,后面两个保镖拎着好几个包过来,我爸妈被秦亚的热情感染,笑呵呵的接纳了。 秦亚转身挽着我,对折高小慧说,你能别再纠缠徐哥了吗?我的人,你不要再来打扰了,否则,我会让你的高慧集团立刻消逝。高小慧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和秦亚。 他哭得更惨了,死死攥住我的裤脚,大声哀嚎,清明,那是你一手创建的公司啊。 清明,你怎么能看着他被毁掉?清明,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啊。我求求你,你回来吧,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,你回来吧。 他说出对我最后的祈求,泪眼汪汪地看着我,但下一秒,我毫不留情提起脚,拍了拍裤脚上的灰,我淡淡地告诉他,高慧集团和你,高小慧,我都不会再要了。 我眼里的冷漠刺痛了高小慧,他慢慢瘫软在地,面色惨白,眼神灰暗,他知道,我是真的不爱了,高小慧终于明白,他永远失去我了。 我打开房门,迎亲亚进屋,秦亚的两个保镖拓着高小慧离开,这次任凭他哭嚎哀叫,我心里没有一丝的同情,为了留住我。 刘正辉和张强给我一部分股份,我欣然接受,我在正辉集团的事业蒸蒸日上,秦亚时不时过来捧场,秦亚见我爸妈的那天,哄得我爸妈很高兴,他们还加了微信,以前我爸妈对我恋爱结婚,不怎么过问,但现在总是有意无意提起秦亚,我心里暗自赞叹,秦亚果然厉害。 我也十分感谢,那天他给我解围,但秦亚却说,不单单是解围,他希望能变成现实,他说他欣赏我的能力,而我跟高小慧这一段感情,只能证明我的专一和真诚,让他更坚信我的人品,这天晚上。 我刚下班,秦亚开着酷炫的抄跑,停在我面前,他向我抛个媚眼,上车,去庆祝一下,我文言坐在了副驾驶,秦亚笑得肆意飞扬,到了餐厅,秦亚拿出手机,给我看了一则新闻,前段时间,高慧集团宣告破产,高小慧因此恨上了赵一鸣, 在假意约会时,几刀捅死了赵一鸣,自己也因此被判了死刑,几个月后执行,我看完后,淡淡地把手机还给秦亚,秦亚挑眉一笑,徐哥,这不值得庆祝一下吗?我举杯与秦亚共饮,喝得微醺之时,我终于袒露心声,小雅,我们在一起吧。 秦亚眼眸湿润,桃花散开,亲在我的脸上,我梦寐以求的生活,开始了。 刚刚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了,接下来,我再讲一个类似的,同样值得一听的新故事,当我来到我为了结婚准备的婚房后,我整个人都愣住了,因为在这里面居然充斥着各种不属于我的男性用品,从购买这套房子开始, 我从来没有来过,我和我的未婚妻宋婉相爱七年,我们俩是在大学认识的,从见到她的第一眼,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外表田径文雅的女孩,随后我想方设法地接近宋婉。 起先她因为那个天生比较怯懦的性子,对我很是抗拒,甚至见到我还会绕着走,不过我的热情似火,还是将她融化,我们俩成功地在一起了。 宋婉各方面都很好,长得好看,性子温婉,唯一让我有些担心的就是宋婉太听话了,她听我的话,听老师的话,也听同学的话,她是个不知道拒绝的人,兴许是她从乡下来的缘故,她兢兢业业地处理着每一件事,讨好着身边的每一个人,开始我还教过她, 但久而久之也就放弃了,反正有我在她的身边,我会保护好她的,在毕业,事业稳定后,我也宋婉,也即将进入婚礼的殿堂,考虑着宋婉这个性子,避免未来发生婆媳矛盾,我还是选择在外面买了婚房,为的就是结婚后能和宋婉过上二人世界。 免得宋婉被任何人欺负,宋婉脸皮比较薄,始终不愿意在婚前就和我同居,我便让她提前住进了属于我们的婚房,我则是时不时地过去看她,缓解相思之苦,因为出差,我和宋婉已经整整大半个月没见到了,想到她那迷人的样子,我心里不禁还是痒痒的,刚回来,我就急不可耐地前去找宋婉了。 我在去婚房的路上买了些菜,想着今晚亲自给宋婉做一桌好吃的人,然后再在她那边住上一个晚上,我还生怕因为出差,把自己搞得风尘仆仆,会导致宋婉嫌弃我。 可现在呢,在她的洗手间里,居然摆放着男人的东西,我整个人只觉得天旋地转的,这怎么可能? 以宋婉的性子,怎么可能出轨? 而且还趁着我出差的时候,把眼男人带到属于我们俩的婚房里面来,她怎么敢啊? 我不敢相信,也不愿相信,她可是宋婉,是我相爱七年的女人啊。 就在这时,我听见了外面,传来脚步声,我面色冷峻地朝着外面看去,一个男人出现在了我的视线当中,顿时,我的怒气就不受控制了,愤怒充斥着我的整个大脑。 宝贝,等我洗个澡就来陪你。 这个男人浑身上下,只穿着一条内裤,从我和宋婉的卧室里走了出来,正一脸吟笑地朝着我的方向走来,显然,他也没有料到我会忽然出现在这里,他也愣在了原地,我心里一边冷笑着,一边愤怒地朝着他扑了过去,宋婉果然出轨了吗? 居然带着眼男人,在属于我们的婚房里面行着这种苟且之事,还被我抓了个正着,我的忽然抱起,让这个男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,他瞬间被我按倒在地,这是我头一次尝到背叛的滋味,像是一把刀子插在心脏一样,绞着疼。 我不顾身下男人的哀嚎,冲着他一拳又一拳,唯有他的哀嚎和惨叫能让我的情绪爽快一些,住手。 这时,我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,我一愣,然后朝着声音的放下看过去,我整个人都站住了,我呆呆地看着他,又看了看我身下的男人,同样那个女人也震惊了,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 显然,他也没有想到会有另外一个男人出现吧。 而我在庆幸,这个全身上下,只穿着一条薄纱睡衣的女人,不是宋婉,我又相当的茫然,宋婉没有出轨,没有背叛我,可眼前这对男女又是谁,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婚房里面。 我迅速地跑到了门口,三百零二,这是我的家啊,我没有走错门啊,抓住他,别让他逃。 这时,男人大喊着,看他这个架势,应该是以为我揍了他,想要逃走吧,宝贝还愣着干什么,报警啊。 男人又冲着女人吼着,报警。 我笑了,你们是谁,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家里? 这里是我家,那个叫做宋婕的那人冲着我怒吼着,我戏谑地看着他,我巴不得他报警,让警察把这两个纠战雀巢的家伙抓走,他们住在我家,宋婉呢,一想到这里。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,宋婉是不是被他们赶走,又或者被他们谋害了啊? 阿强,你回来了? 这时,我听见了宋婉的声音,我回头看去,他正提着一些蔬菜,从电梯里走出来,一脸激动地看着我,小婉。 你没事吧? 我紧张地跑过去,上下打量着宋婉,小婉,里面是谁? 怎么会在我们家? 发现宋婉和往日无二后,我也冷静了下来,看宋婉这个架势,好像和这两个人认识的一样,我便询问着,这是我是弟弟啊。 宋婉冲着我笑着,然后她牵着我的手。 当她看见客厅里的宋婉后,也吓了一跳,甚至手上的带子都落在了地上,我尴尬地笑着,恨不得地上有一条地缝能让我藏进去。 我居然把我的小舅子给揍了,而且还是和宋婉准备结婚之前,我尴尬地看着宋婉,小婉,这也不能怪我了。 我连忙解释着,前几个月去宋婉家订婚时,宋婉也没在家啊,据说这小子初中都没毕业好,跑去外地创业了,以至于我和宋婉想念七年,只是知道自己有个小舅子,还从来没有见过呢。 姐,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暴力狂?我刚带女朋友回来见你。她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。 宋婉可没给我面子,当场就指着我给宋婉告这状,我撇了撇嘴,没说什么,如果不是,她从我的卧室出来,怎么会产生这个误会呢? 还有,她怎么会从我的卧室出来呢?我看向了宋婉,但见着她一脸纠结也没有问出来,免得再给她添赌呗,小婉,算了,姐夫也是,不知道你身份吗? 还是那个女人主动站出来解释,替我说话,才缓解了这场尴尬,事后。 宋婉和我去了厨房做饭,那女人在沙发上给宋婉伤口抹着药,并且时不时眼神奇怪地朝着我看来,她似乎也想搞清楚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? 只剩下我和宋婉后,我才问出来我心里的问题,她弟弟怎么会带着女人住在我和宋婉的婚房里,而且还从我们的卧室里出来? 可我问出来后,一向乖巧的宋婉,居然显得支支吾吾的,你别问了好不好?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,宋婉居然着急地落下了眼泪,我这人最见不得宋婉哭,也只好把我的疑惑咽了下去。 但我知道,宋婉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,我越是想不清楚,心里就越是憋得难受,在帮宋婉弄了会儿后,索性离开了厨房,准备去洗个澡, 经过客厅时,并没有看见宋婉,也没有看见那个女人,我特意往卧室里瞟了一眼,发现那女的好像已经走了,只有宋婉抱着手机,嘴里还说着什么花言巧语,不外乎就是山盟海事和未来的宝障,我看着她也厌烦,大力地关上浴室门后,舒服地洗着澡。 我曾经听宋婉的邻居们讲过宋婉,这小子从小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,打架斗欧无视自通,这些年在外面说是创业,但总是靠着家里人接济过日子,这次如果不是我和宋婉婚期将至,说不定她还不会回来吧? 我越想越气,可我万万没想到,我从浴室出来后,宋婉的爸妈居然来我家了,我只觉得满脑袋都是问号,这里距离宋婉家虽说不是很远,但他们现在来干什么? 一般情况,他们可从来不会主动来看宋婉的呀。 妈,你看,都是她打的,看着宋婉这个哭嚎的样子,我明白了,这是来撑腰带呀,顿时我的脑袋都大了。 可我能怎么,这可是我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啊,爸妈,你们怎么来了? 我挤出笑容问道,我们怎么不能来? 我们再不来,我们家小婉都要被你打死了。 丈母娘冲着我怒斥着,然后便心疼地检查着宋婉的伤口,至于宋婉,站在一旁要多尴尬,有多尴尬,我也知道,宋婉在家里一向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,她家就是这样,重男轻女呗。 我连忙解释着,这是误会,还亲自给宋婉道歉,可非但没有熄灭丈母娘的怒火,反倒是让这件事情推到了另一个让我错不及防的高度,你想道歉? 可以啊,把这房子送给我家小婉,我就既往不救,否则你永远别想和小婉结婚。 丈母娘起身愤怒地看着我,傻。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,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,她好像是让我把房子送给宋婉,就因为我打了宋婉,所以要我的房子开什么玩笑。 这房子可是我爸妈辛苦多年给我攒下来的。 妈,我给小婉赔偿医疗费,务工费行吗? 这房子毕竟是我和小婉的婚房啊。 没了这房子,我们以后住哪啊? 可为了宋婉,我还是陪笑说着,你不会带着她回你们家住吗? 我们小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没套像样的房子怎么行? 丈母娘似乎是铁了心,要我这套房子一样,完全没有在意我说什么,反倒是让我把宋婉带回家住,我脸上也沉了下来。 他们这是一早就惦记上我的房子了,怪不得刚才宋婉一直支支吾吾的。 我动手打宋婉,更是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借口啊。 可当初我买这套房子的原因就是,不想宋婉以后处理婆媳关系,到头来又要回去,而且这房子可不便宜。 考虑以后和宋婉的孩子出生,特意买的学区房,说送人就送人,真当这房子是明币买的呀,妈,换个条件吧。 除了这个,其他的我都答应,我冷漠地回应着,这下倒好,因为我的态度转变,不但丈母娘就连老丈人都抱走了,你一个人说了算吗? 这房子上还写着宋婉的名字,小婉,你有意见吗?老丈人冷冰冰地看着宋婉,这态度哪里像是询问啊,分明就是在给宋婉下达最后的通牒一样,我连忙来到宋婉的旁边,牵着宋婉的手,江下的不知所措的宋婉护在身后。 妈,妈,这件事没商量,她要结婚,我和小婉也要结婚的。 我用决绝的话证明了我的立场,说的确实没错,当初为了给宋婉安全感,我确实在房产证上写了宋婉的名字,但话又说回来,这房子还是我买的呀,即便是宋婉愿意,我也不愿意。 我和老丈人眼神对视了一会儿,我寸步不让,宋婉也始终没有开口,既然你不愿意给房子,那么彩礼再涨十万。 丈母娘气得不住地点着头,什么?我简直都惊呆了,彩礼再涨十万。 你怎么不去抢啊? 这句话,我差点就脱口而出,在去宋婉家谈结婚事项的时候,我就一推再推,彩礼也被抬高到了十八万八。 这在我们这一片都是绝无仅有的,我又不是什么富二代。 买房子都快把我家炸干了,现在还要涨十万。 他这是掐着我的命脉啊。 我全身上下就剩下十万块钱,还是准备和宋婉结婚时半久席用的。 给了他,我怎么结婚,再拿十万给你弟弟付个首付,否则这婚没法结。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条件都答应吗?现在就想反悔了。 还是这句话,这简直就是对我的绝杀,我痛苦的闭上了眼睛,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宋婉,我想和宋婉结婚,所以我明知道这些不公平的待遇落在了我的身上,我都无法反驳,十万块都舍不得。 你以后怎么给我解幸福? 罪魁祸首出现了,随着宋婉添油加醋,这件事都已经上升到了我和宋婉的感情上,甚至开始质疑我未来能否给宋婉幸福了。 我忍受这一切,不就是为了能和宋婉有个好的以后吗?我辛辛苦苦的上班,不就是为了能让她幸福吗? 我回头看向了宋婉,我多希望这时候她能站出来替我说话,甚至粗鲁地把眼前这三个豺狼虎豹赶走,坚定地站在我这边,可宋婉那个怯懦的性子又展现了出来,她就那么怯生生地看着我,眼神里甚至还有一些祈求,她在祈求我答应他们的条件。 好,我狠狠地点头同意了,大半个身子都已经栽下去了,还差这一点,只要能彻底搞定这一家子,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破坏我和宋婉的好日子了,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了我的银行卡,我还没有递出去。 张母娘就迫不及待地抢了过去,早这样不好嘛,非得闹得大家不愉快。 张母娘丢下一句话,拍拍屁股走人了,你怎么不走? 我看着大大咧咧,甚至连鞋子都没脱,就盘腿在沙发上的宋婕冷冷地问着,这里是我姐家,我为什么要走? 以后你可是我的好姐夫了,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 我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请神荣誉宋神男,宋姐咧着嘴笑着,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,让我一拳打在了棉花上,我不禁怀疑,一个人到底能不要脸到什么程度啊。 当天晚上,我搂着宋婉,回来时的激动,什么都没了。 眼神空洞地看着黑漆漆的小房间,当真是可笑啊,这可是我的家,我和宋婉居然住在了客房。 小婉,我们快点结婚吧。 我呢喃着,只要和宋婉结婚领证,那时候宋婉就是我的了,我就再也不用考虑这家子是什么感受了。 好。 宋婉一如既往温柔地回应着我,次日,我难得地睡到了中午,宋婉已经出去上班了,宋婉那小子也不知所踪了,我面无表情地站在原本属于我的卧室门口,很想冲进去,把里面关于那小子的东西全部给扔了,我深呼吸两口后选择了忍耐。 再忍一段时间,我就不用惯着他了,姐夫,我给你个地址,过来一趟。 宋婉根本没有给我开口的机会,就挂断了电话,草。 我一拳砸在墙壁上,我长这么大,还没有这么憋屈过,我还是去了,在这家人面前,我像是奴才一样,挥至极来,呼至极去。 毕竟,他们掌握着宋婉,犹如掌握着上方宝剑一样,宋婉给的地址是一家高档的西餐厅。 说实话,我和宋婉认识这么多年,我也没有带她来这种地方消费过。 宋婉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,当然也有昨天的那个女孩。 她朝着我甜甜地笑了笑,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,我和她没什么过节,我也点头回应着,姐夫,你怎么才来啊? 我出门忘记带钱了,帮我结账吧。 宋婉起身搂着我的肩膀乐呵呵地笑着,你们还有什么想吃的接着点? 宋婉又大大咧咧地冲着她的这群朋友吆喝着,我紧拽着拳头,想杀了她的心都有了,让我过来,就是为了让我结账吗? 姐夫,你也不想我难堪吧? 你不结,到最后还是我结过来。 这小子又回头在我耳边说道,这是在威胁我,而且还直接戳中了我的软肋。 我不结,以这小子不要脸的性子,肯定会让小婉过来的,我再次深呼吸了几口,面无表情地朝着收银抬过去了,一顿饭,足足一万多,幸亏今年公司给我办了信用卡,否则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? 离开餐厅后,我站在门口抽着烟,我思索着,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,我和宋婉已经被他贪婪的一家人拿捏得死死的,为了避免以后被无休止地索取,我必须要想各办法解决。 姐夫,这是一道脆生生的声音出现在我的耳边。 我看了过去,居然是宋婕的那个女朋友,头一次这样近距离看着她,我都有些怀疑这女孩脑袋是不是有问题了,明明长得漂漂亮亮的,怎么会和宋婕那种人扎在一起呢? 姐夫,对不起啊,她又主动给我道着歉,在我不解的时候,她给我解释着,原来里面那些大都市她的朋友,还让我破费了,怪不得啊,里面那群家伙,很明显就分为两种人,一种是宋婕这样,看起来就不着调的,还有一群眼神里充斥着不屑,刚才我还以为是宋婕和她朋友闹矛盾了呢? 我不知道会让你过来。 她吐了吐舌头,然后递给我一张银行卡,没等我反应过来,就朝着里面跑去了,看着手里的银行卡,我更是不解了,这算是怎么一回事,我本想着还给她的,但又不想见到宋婕,索性也就放进了钱包,想着什么时候再见到她的时候还给她。 当天宋婕回来时,我也没给她提起这件事,毕竟给她说了,除了让她不开心,也没有什么用,至于宋婕,她像是个没事的人一样,做好饭就吃,吃完就回房间玩游戏,亲亲我我了,有些时候。 人倒霉起来,倒霉的事就是一桩接一桩,当天夜里,我接到了老爸打来的电话,我如若雷击一般,穿上衣服,亮呛的往外面走,还是宋婉看出了我的一样,不顾我的拒绝,主动开车送我去了医院,我妈生病了,还是大病,病危通知书已经发下来了,当场就需要做手术,不过医生说,后续的疗养费要十几万。 我只觉得天都塌了一样,为了让我结婚,家里的老底都掏空了,现在我上哪里找这么多钱啊?老公,这些年我攒了些钱,还是宋婉,她主动牵着我的手说道,像是黑暗中给了我一束光一样。 我激动地看着宋婉,告诉她以后一定会还给她的,我从来没有用女生钱的习惯,至于宋婉的钱,那是她留着给以后的孩子的,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,熬过这一劫,我就原封不动地还给她,我可不能让她和我一起吃苦。 解决心头大患后,我更是决定以后要对宋婉好一些。 第二天,张母娘和老丈人又来了,看着他们,我就意识到没有好事发生,我们准备给你弟弟开个店,大概要三十万。 我们准了十万,还差二十万,开门见山,直截了当。 感情他们是真的把我当作提款机了啊。 我没有,我摇着头,小婉不是有吗? 你们孩子出生,还早呢? 先给你弟弟用,免得她对象瞧不起她。 她对象可有钱了,以后结婚后,你们也能占光啊。 这次张母娘选择了曲线救国,我想了想,那个女人看起来确实蛮有钱的,像是个白富美,但送满的钱,现在不是正要给我妈救命吗? 那钱你们不能动?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,钱拿给了她们,我妈怎么活,怎么不能动,那是小婉的钱,难道你还能支配不成? 张母娘当即就爆炸了,狠狠地瞪着我,那钱是给我妈救命的。 我冲着她怒吼着,可惜她的呆滞只持续了几秒,还不是怪你没本事。 你但凡有点本事,你妈住院需要花我们小婉的钱。 你这辈子没出息,难道还不准我儿子创业发大财了吗? 我简直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,你们给我滚。 我指着他们的鼻子,头一次歇斯底里的呐喊着,什么? 让我滚。 你这辈子都别想和小婉结婚了。 张母娘愣了愣,然后牵着宋婉就离开了。 我本想追上去,却被老丈人和宋洁挡住了没出息的男人。 离开时,他们丢下了一句话,整整几天,我都没有见到宋婉,母亲的病情也得到了控制, 只需要最后关键的手术就能出院,直到这天,他忽然给我打电话,让我去参加宋洁门店的开业典礼,我愣住了,还真有冤大头敢借钱给这小子啊。 只要他不缠着我,等这件事情过去了,再去把宋婉接回来就好了,我再去参见开业仪式的路上,想着我和宋婉毕竟还没有结婚,即便宋婉一心跟我,也不能闹得太僵。 便准备去买个花篮,可结账的时候,看着手机显示的余额不足的那几个字,我狠狠地揉了揉眼睛,我的卡里确实没钱了,可我最近用的都是宋婉的卡呀。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,宋婉把卡绑在了我的手机上,前几天缴纳住院费用的时候都还有十几二十万,怎么就没钱了呢? 草!我明白了,是宋婉妥协了,宋婉肯定是妥协了,然后把钱转给他弟弟了,他这相当于是抛弃了我母亲的性命嘛,怎么这么晚才来,懂不懂规矩啊? 我来到店里时,丈母娘冷眼看着我,姐夫,你快进去帮忙洗菜,我忙死了。 小舅子倒是招呼着我,我没有理会他们,竟只走了进去找到了宋婉钱呢? 你是不是转给了你弟弟? 我的声音很大,瞬间就吸引了不少亲朋好友,其中还包括宋婉女朋友一家人,宋婉的脸色变了变,有些作贼心虚。 不过他这个性子还是让他没有说话,只是低着头不敢看我,很好。 你有没有想过那是我妈的救命钱? 我为了和你在一起付出了多少? 现在你连我妈的救命钱都要拿走。 我愤怒地对折宋婉吼着,这一刻,我恨透了宋婉这个懦弱的性子,难道他就不会为自己考虑考虑吗? 难道他不知道他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吗? 你什么意思? 我们小婉的钱,想给谁用就给谁用。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,自己没出息,偏偏怪别人。 丈母娘听见了我们这边的动静,搜得一下窜了过来,冲着我怒吼着,我没出息。 你们这一家子还要不要脸了。 我愤怒地指着宋婉,他是你的儿子,难道宋婉就不是你的女儿了吗? 为了他,你这是要生生地拆散我们啊。 事已至此,我再也没有什么冷静的想法,什么未来,什么以后,统统滚一边去吧,我付出了所有,现在这群家伙还想着要夺走我妈的命。 为了这个家伙,你们抬高彩礼,还想要我的婚房,现在更是把我妈的救命钱就拿走了。 我咆哮着,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纷纷,丈母娘直接冲过来,扇了我眼光,大声地让我滚,还说我和宋婉完蛋了。 这辈子都别想去宋婉,我冷笑着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,我可没有工夫在这里和他们扯皮,我得想办法救我妈。 我把手机里的电话大了一圈,放下了我多年的面子,可算是凑齐,补足了我妈的医药费。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,我明显看见家里已经大变样了,我搜的一下,跑到我和宋婉的房间里,发现衣柜里属于宋婉的衣服都消失后,我摊在了地上。 到头来,她还是选择了听话,我和她彻底完蛋了。 整整几天,我失魂落魄,甚至工作都没法上心,整整七年的感情啊,我始终没法忘记宋婉,我特意请了假,准备去宋婉家找她,我知道离开并不是她的意思,她只是不善于拒绝而已。 只要我改掉她的这个坏毛病,以后我们会好起来的,可我刚来到宋婉的家里,就看见了宋婉一大家子热情的出来,宋婉的身边还站着个秃了头的中年男人,他们的热情是从来没有对我展现过的,那个秃头男人也亲密的抱着宋婉,一眼就能看出两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,我停住了脚步,不敢上前。 等那秃头男人开着奔驰车离开后,我正准备转身,宋婉发现了我,哟,这不是我那个废物钱姐夫吗?宋婉开着一辆宝马车,他炫耀地看着我,他告诉我, 我和宋婉已经彻底完了,宋婉已经有了新的对象,就是刚才那个秃头男人,人家可是开工厂的老板,给宋婉家许多彩礼,就连宋婉这辆车都大摊买的,两家日子都定下来了,下个星期就要闪婚了,忘了告诉你,我姐夫这些天都住在我家哦。 宋婉一位身长地看着我,当时我的心脏就很疼,这不就意味着宋婉已经和那个男人上船了吗? 我踉跄地往后退了两步,宋婉彻底不属于我了,他即将要和别人结婚了。 而且,刚才我在他的脸上,虽然没有看到开心,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拒绝,他还是为了他的家,为了他的弟弟,做出了更好的选择嘛。 当晚我回到了小区,随便找了个路边摊,救命,救命啊! 刚坐下,我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,居然是宋婕的女朋友,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她,正被两个小混混堵着调戏,心里本来就是一肚子火的我,拿着酒瓶就走了过去,当场就是一瓶子一个,你怎么在这里? 我冷漠地问着,姐夫,我来找你的呀。 她激动地笑着,我告诉她,我和宋婉已经结束了,她愣了愣,也笑呵呵地告诉我,她和宋婕完蛋了,分手是好事,早点看清楚好,免得像我这样。 我自嘲笑,我和宋婉在一起七年,落得个如此下场,姐夫,你看这是什么? 她俏皮地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,在我的茫然中,她解释着,这里面是宋婕给她的彩礼,二十八万八呢。 看她这个眼神,我知道她明白,你什么意思?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她,这不都是姐夫你的吗? 我帮你拿回来了而已,反正人家现在有大老板姐夫,也不差这点。 她微笑着,我激动地接过了银行卡,不停地感激着她,这不是我给宋婉的彩礼吗? 居然转手,就被宋婕当作彩礼送出去了,这绕了一圈,又回到了我的手里。 当真是命运弄人啊,你为什么要帮我呢? 我不解地看着她,我和她仅仅是几面之缘啊。 姐夫,你还记得六年前大学迎新,你救的那个新生部? 她含笑看着我,我愣住了,她的样子和六年前那个差点被汽车撞到,幸亏被我救下的那个女大学生重合在了一起。 这些年,你眼里只有宋婉学姐,好不容易被我逮到了机会,我会放过吗? 她一如既往地俏皮,躺荡地说了目的,我想了想,好像还真是这样,这些年,我的眼里只有宋婉,无视了多少人啊。 在大学期间,这丫头好像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,只是这两年毕业后,忙于工作我渐渐地忘了她而已。 她告诉我,她和宋婉本来就是游戏里认识的,宋婉吹嘘自己是做生意的,那时候的谈吐也比较斯文,所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。 宋婉告诉她,那婚房是宋婉的房子,并且把她带了回去,她根本没有想过那里是我和宋婉的家,直到我和宋婉相继出现。 当时她就惊呆了,完全不相信会遇见我,而且还是在那种情况下,她很怕我以为她水性洋花,又羡慕我和宋婉还在一起,所以没有和我相认,就匆匆离开了。 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让她知道宋婉是在骗我,她也和宋婉选择了分手,在半个月后,我开着车路过宋婉家门口的时候,看见了她,在寒冷的冬天,她端着个盆子手洗着许多衣服,我有些心疼的同时,又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,她不是已经嫁得有钱人吗?怎么会过得这么辛苦呢? 事后,我从别人口里得知,原来那个有钱人根本就没有和宋婉结婚。 在知道宋婉一家人的嘴脸和无休止的索取后,任何转身就走了,毕竟人家只是有钱,又不是傻子。 而宋婉,她的餐厅开业没几天就发生了食物中毒的事情,又因为卫生不符合,被勒领关闭了。 至于我,便卖了那套让我伤感的婚房后,我住进了大别墅里面。 当然,我可没钱买别墅,而是沾了月儿的光。 对了,月儿就是宋婉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要得到的那个女友,也是那个因为宋婉被我忽视了好些年,又重新遇见了的学妹,我们俩现在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她也很乖巧懂事,更有自己的主见。